美國眾議院兩黨議員推出一項議案 對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的強制絕育及強制墮胎的責任人或同謀實施制裁 並要求美國總統拜登提出具體計劃 來解決新疆發生他們所聲稱的種族滅絕 該項議案目前已提交到外交及司法委員會審議 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哈特茲勒以及來自紐約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蘇奧奇 5月19日提出停止維吾爾人的壓迫性絕育法案 對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的強制絕育及強制墮胎的責任人或同謀實施制裁 這兩位國會議員亦是國會企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委員 制定該國法案的目的是解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批准的針對婦女暴力行為 包括強姦以及言訊逼幹、強制絕育、強制墮胎及其他強制性的生育限制政策 特別是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其他目的 作為美國人他們是相信神聖言論及宗教自由 因此他們不能對中國對居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族人犯下反人類罪坐視不管 華人民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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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監禁 希望itation歷史雖 den死成為論 婚禮中